朱棣为了造反 能有多拼 你他娘的朱老死 为了造你大哥的烦你还下了 血本了是吧 你看看你大哥对你多么好 你居然还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妹子 把咱的家法拿来 咱今天非要让你这个不孝子知道 皇儿为什么没养红 弟啊 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他永恶大帝造的烦 关我燕王什么事啊 想不到燕王朱棣 也有如此落魄的时刻 他疯疯癫癫地在大街上跑 对着过往的路人大喊大叫 甚至还蛮横地去抢别人的食物吃 才制止了他的行为 而朱棣并不是真的变傻了 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演戏给朱允文看 自从他这好侄子掌权之后 为了坐稳自己的皇位 开始大肆学藩 所以他的叔叔们 自然成了重视之地 在他毫不留情的连削四王之后 就连跟朱棣关系最好的 老十二朱柏也被逼死了 朱棣得知 他在大火中自焚之后 还被封了恶事事 气得口吐鲜血 同时他也意识到 自己将会是朱允文的下一个目标 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 把大家先蒙骗过去 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养精蓄锐 而阎王疯了这件事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 朝中上下也开始有人为他鸣不平 朱允文见此便不敢轻举妄动了 只能私下派大臣 前去阎王府打探虚事 而探子们一进屋 就看到朱棣大热天果 这一床棉被在烤火 被问话时也假装听不懂 一脸吃傻的样子 于是两个探子成功上大 朱允文得到消息后 也就对他放松了警惕 只有这个时候 朱棣才有机会起兵反抗 最近换了新电脑 剪视频就是快 大家换新后 就的都怎么处理的 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笔记本 手机 手表 都会叫转转 免费上门回收 价格满意 现场打钱 我那台MacBook Pro还卖了4600多 躺在家里 就把电脑给卖了 特别省心 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 赶紧叫转转 上门回收就对了 之后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静难之一 啥 你朱老四装疯卖傻 怎么是为了应付云文 咱的彪儿 怎么没登上皇位呀 爹 孩儿明白了 老四他之所以要造反 是因为云文那孩子 逼得他们 这些叔叔们没了活路 要不然他也不至于 上大街上装疯卖傻 哎 云文真是一点都没随你 怎么能对他那些叔叔们 如此心狠手辣 这哪是薛帆 这分明是硝脑袋 这朱云文竟如此狠心 把咱的儿子当成什么了 彪儿你给咱记住 大明不需要朱云文 咱老朱家也没这种不孝后代 你应该懂咱的意思 回复后 儿臣知道了 原来我是造朱云文 那傻小的的烦 我就说嘛 大哥还在这呢 咱只想当个潇洒王呀 什么皇帝 还有永乐大帝什么的 白给咱咱都不当 不过话说回来 之前怎么没看出来 朱云文那么狠 做启示来 真是一点都没给我们 这些做叔叔的 活路 看来以后得多欺负 欺负那臭小的了 见闻 这个小王八蛋 被皇子成奇态 那些坏人山洞 带着几个小官看着我 看我是不是要造反 我在猪圈里 吃了几年的猪食 才把这个天下拿下来 我这一生 平定草原 前都顺天 都运河 边转永乐大典 足以媲美唐宗宋祖 我这些年 并没有一日偷懒懈怠 要给儿孙们 把土地打下来 把生存的地方打下来 要比太祖高皇帝的时候 比唐太宗朝代 比汉武帝时代 还要打 近来我时尚惊醒 也满腿阵而起 听到我爹的好声了 心里怕得要死啊 难道我一生的攻击 洗不清我的罪名 后十二孙 就算不迟于我 至少也得留三分敬意 不是的 咱当年的黑料 怎么全被爆出来了 咱难道不要面子的吗 你个猪老四 还要什么面子 这要是黄爷爷知道了 管你吃没吃 肯定先狠狠地揍你一顿 这他妈真是个狠人 对自己是真狠啊 连死都敢吃 这猪地是个人物 怪不得能政变成功 好 好 这个猪地 能如此地忍辱负重 而且马上功夫 竟也如此了得 深感佩服 这是老四 老四这要牛逼的吗 马上这么忙 你个臭老四 隐藏得还挺深的 赶紧起来 刚才是爹 嗓门大的点 你永乐大帝 可千万别在意啊 爹 您别这样 我小心脏有点受不了 你还知道受不了啊 这也是天目说 你是个明君 还把咱的大明 推向了永乐盛世 要不然 你今天就别想 完完整整地走出大殿